《覆寫真實》的展覽 《覆寫真實》的展覽分為四個展覽字題 分別是檔案智慧方法、反檔案、再檔案 以及檔案的歷史編傳學 他們的共同的切入點都是以時間與歷史的書寫 來作為探討的一個部分 他們可以分別從15位藝術家 來做四個字題的一個討論 希望能夠呈現給各位觀眾有一個不同於 以往在討論台灣的本土性、台灣的認同 這件事情的一個展覽 我用檔案智慧方法來作為一個論述的起點 早期在90年代的時候 數位編修技術開始興起以後 有一波影像藝術家 包括深藝術家也是 他們希望能夠透過這樣的一個編修 重新去編造或者是去介入過去的歷史 重新去面對歷史 或者是重新去改動時間 它還是我們重新去看待檔案 可能過去已經被蓋端認定 或者是已經被系統化有一套說法 這樣的一種權威性的檔案來說 重新一個變造改造 那這種對時間的一個意識 對時間改造的意識 就成為了這一次 複寫真實展覽的一個起點 反檔案或者是檔案的無政府主義 德西檔案對於檔案樂 就是Archive Fever這個裡面 所提出來的一個重要的概念 檔案它其實有一個死亡趨力 當你一旦開始檔案化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原本是希望去保存它 可是其實在保存的當下 當你一旦檔案化它的時候 其實它就已經開始注定的走向遺忘 那所以這個死亡趨力 它其實就被某些藝術家 來做為一種抵抗的力量 藝術家們透過它的一個攝影 特別是攝影與檔案的關係的一個 攝影技巧與檔案化關係的一個部分 來重新去檔案化 它認為過去可能沒有被好好的正視 沒有被好好的去收藏於 所謂的檔案的一個人或事情或物 成為我們這件事情是 在檔案裡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拍攝者的對象 被拍攝者它其實跟我們之間 是沒有什麼不一樣的 那我覺得這是在檔案裡面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精神 在檔案的歷史編轉學 紙題系列裡面底下的藝術家呢 那他們比較不一樣的是 他們是希望能夠透過不同的視角 改變了歷史的一個說法跟寫法 改變了視角也要 它就會去生成一個 可能會出人意料 然後可能也會非常有新穎的一個歷史觀點 所謂的一個歷史書寫的部分 對於檔案的歷史 重新去建構這樣的歷史的狀態 重新去建構這樣的歷史的狀態 展開詞 什麽